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今次就是想跟大家說陪伴了我們30年以上的聲音 這把聲音的主人 Charles Martinet 正式宣布退休 他現在就67歲,是一名美國演員和配音員 早前任天堂就在Twitter上公布了這個消息 表示非常感謝Charles 以及覺得很榮幸可以合作了這麼多年 共同為Mario賦予生命 雖然Charles就不會再替Mario配音 但就會成為Mario的親善大使 周遊列國這樣跟大家分享Mario的喜悅 為什麼一個配音員退休都會特意為大家報道呢? 其實Charles是很威風的 他配音配套拿了一個世界紀錄 在2019年8月14日建立世界紀錄就應證了他 由1995年至2019年期間 為104款遊戲同一個角色Mario配音 成為史上為同一個遊戲角色 配音次數最多的配音員 在25年裏面配了104款遊戲 即是說平均每年有4款遊戲推出 回到維基的Game list又真的很多 Mario和Charles真的每年都很忙,很忙 另外Charles是不單止為Mario配音 他還要一人分析幾個 Luigi、Warrior、Raluigi和Baby Mario等等都是由他飾演 雖然他在Mario大電影中無縣飾演Mario 但是他也有客串為Mario的爸爸 以及其中一位市民Giuseppi配音 可以說是他的粉絲其中一個彩蛋 另外再說任天堂在Cheetahs的帖子 就說Charles第一款為Mario配音的遊戲 就是1996年 Super Mario 64 但是看看資料 就說是1992年的Super Mario Bros彈珠機 以及1994年的Mario Teachers Typing CD Womb版本 謝謝你選擇Mario Teachers Typing 再加上1995年的Mario's Game Gallery Mario's Game Gallery 都是由Charles配音 即是說他的聲音是陪伴了我們30年以上 老實說他的招牌聲音 這麼生動有趣很多人都很喜歡 包括我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無時無刻都會模仿Mario的對白 Mamma mia Let's go It's a Mario time 他們有兄弟玩玩具的時候 是會用Mario的語氣溝通 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玩Mario的遊戲 已經聽到已經很熟 日後新遊戲就會用新的聲音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不習慣呢 真是很佩服外國的網民 任天堂剛剛公佈了兩隻新遊戲 Super Mario Bros. Wonder 以及Warrior Where Wolf Eat 聽得出配音好像有點不同 在Charles公佈退休之前 網上已經有很激烈的討論 有網民就說 很憤怒 應該是轉了人 又不跟我們說 不通知我們 另外有些網民就叫大家冷靜點 等任天堂公佈 當時大家都是純屬猜測 誰知道真是被網民猜中了 當然很多人都是不捨得的 不過這件事都記成事實 雖然聲明沒有說Charles沒有為新遊戲配音 但是外國傳媒IGN就證實 官方確定Charles沒有為Super Mario Bros. Wonder 以及Warrior Where Wolf 配音 始終大家都聽了30年以上 有些不習慣是很正常的 不過Mario不會老,正常人會老 Charles要休息一下這個決定 我們要尊重他 一些很重要的角色要改配音員 香港都經歷過 大家第一一定會想到的就是 林保全先生所配的叮噹 即是多拉A夢 是陪著大家成長的聲音 很不幸在2015年過世之後 大家要聽回林保全的作品 就需要看回以前的卡通片 而聲優行業發展得很好的日本 都有類似的情況 裝置的聲優學魂美代 都是因為不幸過世需要換人 亦都很佩服悟空的聲優 野澤雅子 現在已經是86歲 都還在昇映悟空 不單止還有悟飯加悟天 講回Mario,我自己就很感激Charles 努力了30多年 全靠他的聲音,Mario就更加生動 大家對Mario改配音員有什麼意見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報導的遊戲資訊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終要訂閱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下次再見,多謝收看,拜拜